近日,美国的多位明星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交出话筒的活动。 5月21日,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知名女演员朱利亚罗伯茨与安东尼福奇进行连线。 在对话中福奇强调,现在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各个国家间的防御能力差距很大,各国需要合作抗议。 朱利亚则表示,将于5月21日起把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交给福奇。 让真正知道抗议该怎么做的人说话,账号将用于分享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和科学知识。 目前,谢里·伍德蕾、佩内·洛普克鲁兹等多名明星已经参与到了此次活动中,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粉丝均在千万以上。 此次活动指在呼吁各国在新冠肺炎期间要加强全球合作,增强公共卫生系统的防御能力。 美玩美聊,侃侃播报。